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了对照之后再用丙烯来调颜色会更加准确 我再贴了那个手字母以后 又再下边贴了一点点金属贴纸的小字母 这样可以不让它显得那么单调 这次的模具我用的还是那个直角的那种模具 因为我的猫爪真的费了很多 剩的模具不多了 所以用的就是只有这个了 自从喜欢做递交 我大概投入了两千多美元 大概换算成人民币也有一万多 因为我不卖猫爪 所以并没有任何的收入 所以滴交这个坑真的很烧钱 因此我就想要用丙烯来代替那些各种各样的丰入物 想要把成本降低一点 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丙烯绘画的灵感 希望我的这些灵感能给那些滴交的爱好者们一点点帮助 或者一点点小灵感 帮助他们能在滴交的路上多少省一点 我这次用到的材料大概就是滴交 实色的色金 丙烯颜料 还有贴纸 差不多就这几样就可以了 当然还有点珠笔 画笔 丙烯绘画卡通的缺点就是因为它要分层很多 所以它花费的时间会比普通的滴交要长很多天 但是它的优点当然就是省钱啦 就是不需要用到太多的材料 好啦 我不再说废话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制作的过程吧 首先就是五个垫子填满大概80%的透明滴交 第二天干了之后就可以用丙烯点珠笔来画点点了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点点的密集 或者稀疏的程度 然后等到点点干了之后 就可以加入自己喜欢的那个颜色的滴交 这个滴交只要盖满那五个垫子的那个部分就可以 不要太满 否则它很容易溢出来 每一次做这一步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的解压 因为它就刚刚好一点点就可以填满那个地方 然后记得用牙签稍微的拍一下泡 我个人非常建议 除了色精以外 再另外备一瓶白色的石色的色精 各种各样的马卡龙色真的离不开它 这已经是第三天了 第三天就是加入自己喜欢的绿色的滴交 这个绿色一定要10 第四天我又加入了一层粉色石色的滴交 然后等它干了之后 隔天才开始化 其实如果能在粉色之后再加一层透明的滴交会更好 让草莓有点悬浮在空中立体的感觉 我用的是这个比较小的头的点珠笔 然后红色调的也是粉色加红色 让它带一点粉调又加了点橙色 用的是这三个颜色调的 画这个图案的时候 我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画 能让它错落有致均匀的那种感觉 如果不喜欢用湿巾擦掉重新画就可以 然后白色的字我用的是这根笔 画的这根笔我很喜欢 大家也可以去买一根 这个经常在深色的底色上画上白色的字 效果挺好的 现在是来调绿色的叶子 就是草莓上面的那根地 这个绿色我用的就是绿色加上浅灰色调出来的一个颜色 因为我想要草莓有一点灰掉的那种感觉 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叶子和下面的草莓 它中间隔着一层薄薄的透明的底胶 这一层的透明底胶一定要薄 不能太厚 我的建议是差不多厚度大概是三到五毫米左右都可以 其实不仅仅是草莓 大家还可以发挥想象力 可以由这个来画橙子 梨等等所有的水果都可以画 右边的那个我嫌那个绿色有点太重了 所以我用湿巾把它擦掉 又重新调了一个比较浅色的绿色 每一次都一定要等到低胶干透了之后再用丙细画 因为那样的画 擦掉重新画一点都不会影响 而相反如果低胶没有干透的话 就想画丙细 这是不能修改的 因为修改的话它擦不掉 所以一定一定要等到低胶都干透了之后 再来进行丙细的维画 现在我用的是美容针配白色的颜料来画草莓上的点点 草莓画好以后 倒上厚厚的低胶 留一层薄薄的一层用来贴纸 贴字 最后封层 现在就是这个字我用的是透明的贴纸 这个是比较薄 它不是金属贴纸 大家看到这个草莓的这个绿色的叶子 我用的是加了灰调的 我更加的喜欢这个颜色 我不喜欢太绿的那种 大家给猫爪贴字的时候 字一定要离表面近一点 不要太里面 它里面的话会显得不是很突出 对了 贴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用手指去拿 因为会留下很明显的手指纹的指印 尽量用工具或者镊子 这次的猫爪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 拜拜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